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談到 這個禮拜聲量最高的 其實是一個外國人 譚德塞先生 為什麼是因為譚德塞呢 他是世衛的秘書長 他說他在防疫今天受到了 死亡威脅和種族歧視 給我亂取綽號叫我 黑人或黑鬼 這些攻擊來自台灣 台灣外交部都知道這個活動 但是他們沒有迴避 反而開始跟著侮辱 毀謗批評我 但是我不在乎等等等等 花了三分鐘的時間 在狂罵台灣 我都不知道說台灣 有這樣子攻擊他的活動 外交部沒有迴避 怎麼外交部都沒有通知我 沒有通知我參加 可惡 哪來的這些活動 台灣人會叫他黑鬼嗎 所以大家就開始在討論說 潘德塞你幹嘛要講這些話呢 背後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樣子的力量在叫你講呢 那你講出來之後 到底攻擊台灣 對你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蘊鵬你怎麼判斷 潘德塞他這一段發言 到底背後有什麼樣子的力量 昨天我一早看到那個發言 在台灣開始新聞爆炸的時候 我是覺得滿神奇的 對啊 對 我就有去分析一下 他是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前一天川普就揚言說 美國給他們WHO的資源 他準備要暫停了 暫停講這是挫賽的嘛 因為最大的金援國就是美國嘛 他如果沒有金援之後 這個秘書長就沒效了啦 因為他造成這樣的後果 他要去負責 所以他就必須要來捍衛自己的 這個職務上的正當性 所以他就講了很多理由 講了很多理由 其實他一開始是針對美國在發言的 後來越說越刷手 他就把台灣就罵進來了 罵進來之後 他就開始做一些 子虛烏有的攻擊 那這些攻擊 這些攻擊我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他現在因為國際 給他的壓力都非常大 我不認為那個什麼 七八十萬的 要他下台那個壓力有多大 而是各國的元首 包含麻省太郎 川普 然後包含其他歐洲的國家 網友就小事 都針對他的決策跟WHO 提出了正當性的質疑 而且非常明顯他們是挺中國 他們挺中國 所以他必須要去捍衛說 我沒有這樣 所以他就是勘拖 這個狀況我也不覺得說 他把台灣勘拖出來 或其他國家支援台灣 就是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委屈 還是台灣很惡劣 也不是這樣 是因為以前這些主要國家 他們真的是相信WHO的 也就是會相信譚德塞所講的話 沒想到他背後那個動機 竟然是這麼 背後那個勢力竟然是來自中國 我這麼袒護他 去了中國要一個手 說他多 說中國的防疫多透明 然後多成功 還要說全世界欠武漢一個道歉 對不對 這個都是他講的 結果變成全世界大扣散 死了幾萬人都要算他身上 其實那個是由愛生恨 所以我當初這麼照顧你 你錢相信你的結果死的是我的人 你譚德塞你不負責是怎樣 所以被他代賽了啦 所以大家就 然後而且最後要斷金糧 斷糧的時候 我講真的WHO也不是美國 美國在支持就好了 但是沒有美國支持這個形同 就倒了嘛 所以他自己跟秘書長做到WHO 沒有公信力 然後後面沒有金援 中國也不可能給你那麼多 所以他就必須要攻擊了 但是到後來 昨天就是一連串的網路上面 一波一波的攻擊 一開始是攻擊他的發言 到後來會變成黑色幽默 我們幽默自己 就變成說他幫台灣獨立了啦 然後還有那什麼 Attack from Taiwan 就是一些美食在那邊弄了 對 這個講真的一直質疑 所以他那個破表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講真的 到晚上我又看了閉台的新聞 櫃台的新聞 看兩次他這一段發言 我會覺得滿可憐的 為什麼 沒台沒錢 把自己的膚色拿來做武器 那個就已經是絕招了啦 絕招了 對 因為你說黑鬼就是Nigger 或Nigger 這個不是台灣人的用語 當然有些留學人會去這樣講他 不太可能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紀 不太有人用這個字 亞洲人在歐洲 在美國 有的怕要落兵 不管你哪一國就被他們打 不會去 這一波沒有 你有對黑人有攻擊喔 對 所以他把這種膚色 拿來做他的武器 顯然是走到絕境了嘛 但是他該不該下台 該 我認為美國他們 眾議院所提出來的斷糧 除非斷晶圓 除非你還在下台的那個決議 我認為會過 可是他這樣子把台灣拿出來 這樣啪啪啪打屁股 可是對他自己的處境 並沒有變得比較好啊 對不對 我覺得有一些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我覺得會好 小平你覺得 當然是會好一點 會喔 這個WHO他是票票等職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無法因為藉著打台灣屁股 而掩飾他在WHO秘書長任內的失職啊 這個叫微微救灶 轉移焦點 兩個原因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啦 第一個他要秘書長保衛戰 因為他一定要聯合 因為票一票等職嘛 大國也是一票 非洲小國也是一票 對 所以他想保衛 所以他當然要發動這個 那別人非洲為什麼要支持他 就是扯到膚色嘛 喔 對不對 就是白種人 黃種人跟黑人的戰爭嘛 那只是他栽贓我們嘛 所以他特別強調黑人族群 所以他就是叫非洲各國聯合起來 我們要支持我對抗他們 防疫戰線 就不要臉得操作這個膚色的戰爭 而作為他秘書長的保衛戰士 第一個他個人權威 第二個他替習近平發聲 為什麼 因為台灣防疫做得好 那起因呢 從武漢開始等等 所以他一定要 因為老共受益 是不是受益他 為什麼 想遠一點 原因是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大到什麼程度 大到甚至川普是最反共 台灣最友善 不管他的動機如何 這是不是接下來會動搖 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再觀察 靜英就送了1000萬片的口罩 支持了歐盟 對 日本跟美國 然後我們儼然 歐盟 日本跟這個美國 是全世界前三大的 老共也有了 前四大的經濟體 假一個老共 好 然後變成防疫同盟 接下來會不會變成呢 會不會變成英法 是非常支持老共的 在民國38年我們丟掉中國大陸 39年他就跟我們斷交了英國 法國也很快 也沒幾年也跟我們斷交 英法是長期支持中國大陸 反對我們 這一次英法弄得刺激 各種方面搶口罩什麼 都搞亂七八糟那個事情好 所以是不是形勢在變 因為政治就一件事情不會變 這就是政治每天都在改變 那是不是從防疫同盟 變成原因 就是台北法案 變成是不是政治同盟 逐漸的 往那個方向去建成去走 這是老共最怕的地方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說因為這次防疫 然後反而讓台灣跟世界的 接軌了 對 接軌了 不但是那個面向更廣 而且深度更深 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這些怪物 所以對中國來說 開玩笑威脅太大了 對 那有第三個原因 老共最不希望我們 因為我們這些防疫表現得很好 我們有可能變成永久的觀察員 我不要說會員會員比較不容易 不太可能 對 那可是他們台德賽這樣一搞 他希望我們只做一年 就今年表現很好 明年就不要 一年一年來 而不是永久就進去 那所有的國際空間 老共都會封殺 這是第三個原因 我的看法是怎樣 了解 我們來看看 其實罵台德賽的 其實是全世界都在罵他 你看川普 川普在罵他 我們給他這麼多錢 我們要考慮不要給錢了 然後美國參議員 眾議員 日本 其實這個竹帆不及被載 罵台德賽人多的是 還有泰國 泰國不是還泰式酸辣 在那邊酸譚德賽 然後這個歐洲也在罵他 北歐的也都在罵他 結果他就把台灣抓出來打屁股 這實在是很誇張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你譚德賽在這個位置上面的表現 到底合不合格 秤不秤值嘛 你看WHO改口戴口罩似乎有用 而且他什麼時候改口來看一下時間 4月5號 不過就幾天前 你幾天前才發現說 戴口罩似乎有效 天啊 你會不會反應遲鈍的 有點誇張了 那所以明明就是你自己失職啊 好啦 不過在這樣子 他狂罵台灣三分鐘之後 其實台灣人有一部分 還滿感謝他的喔 說我們反過來想 其實譚德賽也幫助了 幫台灣推了一把 讓全世界都認識台灣 是嗎 都好 這樣會不會很阿Q啊 這個很有趣 因為所有事情一定有一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我用這個網路搜尋的聲量來看 藍色的是譚德賽 紅色的是台灣 過去你看這個其實沒有差距很大 在譚德賽發聲中講台灣之後 譚德賽自己的這個也有上來 可是你看台灣這條的討論度 拉得足足的一倍 超高的 就跟你講足足 因為這樣拉了一倍 然後這個事情裡面你就知道說 這個他幫台灣做了很大的一個宣傳 那你再回過來看說 整個譚德賽為什麼講這一段 剛剛小朋友講到 他為什麼用把整個非洲拉進來 因為非洲是他最大的一個票倉 還有中國 那我們如果再看他這一段的發言 給大家給一個參考 因為今年的WHA大會應該是改成視訊 應該是在5月上旬 還是會開 只是用視訊 還是會 因為很多事情要談 你想想看 譚德賽最近的發言裡面 當他講話被攻擊的時候 有一個人跳出來幫他講話 肯定譚德賽的功勞 就是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花春瑩 他的意思大概就講說 WHO在他的領導之下有巨大的貢獻 好 那我們回到 等到再過一個月 大概一個月後的 現在的5月的上旬的時候 當WHO的視訊大會召開的時候 歐洲跟美國至少這兩塊的地方 的國家代表一定會提出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一定還會再提到台灣跟中國 就會談2019年的12月31號 台灣上傳了27個武漢肺炎 或者你知道新冠肺炎的27個病例 在這一個27個病例的資料裡面 台灣很明確的告訴了WHO 他會有人傳人的疑慮 那中國在什麼時候 開始承認說有人傳人 1月20號的鍾然山 鍾然山在央視的訪問的時候 承認了這件事情 緊接著武漢1月23號封城 北京是1月25號大年初一封城 那譚德賽要怎麼解釋說 在12月31號到1月20號之間 WHO一直跟歐美這些國家說 沒有人傳人 中國說沒有人傳人 這只是他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 12月31到1月20號剛好三個禮拜 這三個禮拜就是歐美最近一直在講 關鍵的三個禮拜 那1月20號以後的狀況 包括要不要使用口罩 對中國千萬不要閉關 要繼續跟中國的交通往來旅遊商務 不應該要斷掉 我這些都還沒講 你想想看5月的WHO大會上面 當全世界國家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譚德賽跟中國的代表他要怎麼回答 那個三個禮拜發神實 可是他不能一直回答說都是台灣人害我 都是台灣人害我 台灣外交部害我的 所以台灣是對跟中國在那段時間 在今年的1月那是對照組 我們是跟中國完全是個對照組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說台灣再有再多的意見 譚德賽還是他的秘書長 那是會員國選出來的 台灣我們連觀察員都不是 台灣何德何能 我罵再多又能怎麼樣 不會改變任何事情的 大家只是出一口氣 真正有影響意的是什麼 像德國總理梅克爾甚至主張 他在金融時報有一個公開信 他說全世界應該重新成立一個 新的獨立組織 專門來處理這個疫情 這個意思就是說WHO 你在過去這三四個月的時間裡面 你失能了嘛 對 那WHO失能 疫情失控 你像德國準備很早 它1月就快散疫苗 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會不會世界的局勢後來變成說 好WHO是一個組織 但是不好意思我們大家都不捐錢 而且我們大家都不參加 我們自己另外弄一個 是 有可能 也怕 這個就是要看後面的電話 談生也怕 其他的論壇把它取代他 對 跟我們講 WHO的各項經費裡面 除了固定的會員分配的部分 它很大一部分來 70%來自於捐助 捐款 捐助的第一名是美國 像中國是排在很後面的 捐助的前六七名 其實主要都來自歐美國家還有日本 那就叫美國 那美國可能就不想捐 你就讓中國自己捐嗎 你中國就跟談得賽 自己弄一個組織嗎 看你們可以招攬誰 所以包括英國的下議會都已經通過了 他們呼籲成立一個全世界的新的公衛組織 新的一個公衛的G20 所以這個對談得賽的領導下的WHO 就WHO過去是有貢獻的 可是這一屆的WHO 我們參加那個 對啊 我們就直接另外參加那個就好了 這個公衛系統的G20 然後我們要爭取加入會員 其實美國退出不是沒有潛力 在前年的時候 美國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他就不參加了 所以聯合國本來就已經被質疑說 你在這個時代裡面的效果如何 那如果你分工分那麼細 那每次都是美國要捐錢 那現在美國又採取不同的主張 跟中國又有這麼大的對抗 變成世界在 這局勢在改變嘛 如果美國退出 那你還算什麼 而且梅克爾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連梅克爾都受不了了 你就看這個惹到多天怒人怨 所以我真心覺得 就是說整個世界的局勢真的在改變 這個病毒不但改變了 人類以後生活的各種模式之外 我覺得它也會造成一些 政治上面的變化 就是說過去的這些原來的組織 未來會不會繼續存在 很可能真的都會被打破 病毒打破了這個人類的健康 可能也打破了很多政治上面的那些繁禮 休息一下 我們會繼續談